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昨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猛烈的评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就叫他如果有证据证明得到中国就是源头的话 就很应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林肯纪念馆接受霍氏新闻专访的时候提到 说美国将会公布一份最终的报告 证明得到中国就是源头 到底特朗普在专访里头说什么呢 首先他批评说中国曾经企图推卸责任 将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归咎于 去年参加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军人 也曾经企图卸责于欧洲 这个也是真的 曾经有个说法就说 这个源头是来自意大利的 当然说多两讲没人相信的时候 这个论调也没有再提及了 好了 接着主持就问他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实得到 那个病毒是和武汉的实验室有关的呢 特朗普就说 美国政府将会针对他们认知所发生的事 交出一份有力的报告 而他认为这份报告将会是证据确作 令人信服 而且他还说 他个人认为中国犯了一个很可怕的错误 他们试图掩盖和烟灭真相 就好像一场火灾 不过他们就撲灭不了 他们原本都可以阻止疫情扩散 但是就没有做到 其实特朗普这个说法 就已经回应了人民日报的指控 人民日报就没有点到特朗普的名字 只不过就对于他那两只头马 分别就是国务卿蓬佩奥 和白宫的贸易顾问Peter Navarro 就作出极度的丑化 就说这两位是亨虾而仗 除了这份强而有力的报告之外 特朗普还提到中美贸易协议 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萎缩 采购能力肯定下降了 但是特朗普强调 中国必须遵守承诺 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否则将会终止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因为中国长期占了美国的便宜 这个说法就相当之巨重要性 因为较早之前 中国都曾经找人放过风声出来做试探 就说基于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底下 可不可以用不可抗力这个因素 来推迟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呢 现在特朗普总统就作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就说一定是要遵守承诺 即是说这次中国就要硬吃了 当然中国现在其实都是采取的一种拖字决 因为根据已知的数据显示 中国除了对于美国的农产品有大手扣入之外 其他的商品或者服务暂时就未听到消息 中国其实都很想一直拖就拖到他今年的十一月 等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陈埃乐定之后 他可能才再去执行 若然这个美国总统是由拜登去做的话 可能中国就会松绑也不定了 可能那个政策会改变也不定了 当然如果是由特朗普总统连任的话 中国也是走不掉了 但是起码他们就可以买到一个时间回来 今年5月至11月期间 这段时间就得以喘息 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美国的商品或者服务 而这段时间也不见得特朗普总统 是会执行中美贸易协议当中的回弹机制 因为他都要面临这个选举 他都有这个选举的压力 如果贸贸然执行这个回弹机制 分分钟就弹出美国自己 因为中国到时又可以下借一些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 那你就不够用了 好了 如果美国大幅加回这个关税的话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那么多美国人失业 他又要面临这个 这个物价上升的压力 所以我就不觉得 在大选之前 会执行得到这个回弹机制 好了 接着又讲一下中国的情况 安徽省的安庆市 就是中国的口罩生产基地 曾经一夜之间就开了几百间的口罩厂 但是在目前的一千多间口罩厂之中 大部分都已经是倒闭了 而其实在YouTube上边 也有不少大陆网民是上载一些影片 讲述他们自己工作的口罩厂是倒闭的 到底什么原因是导致这个口罩厂的结业潮呢 首先来说 当然是中国制造的口罩 品质参痴兼恶劣 尤其是说外科口罩 因为一般的外科口罩 制作方面非常简便 很多山寨工厂都有份去做 所以当有些外国的买手 有些甚至乎是外国政府 买到中国制的口罩回去之后 就发现得到 那些口罩完全是不合规格的 完全是达不到标准的 当他们说要退货的时候 又遇到非常多的阻滞 所以后来很多外国买了的口罩回去 纵然是明知它不合规格也好 又退不了货 所以唯有下发到一些 非医疗的机构来使用 比如说老人院射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免中国制造的货品再被国际社会打回头 中国政府就对于医疗用品的出口 提升了更严格的审查 与此同时 外国的买家对于中国制造的口罩的品质 亦都提高了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这样的山寨厂就被迫要倒闭了 因为根本上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口罩就制销了 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那些生产车间的片段 就知道有多么恐怖了 香港那些又说要讲求一个什么无菌空间 出出入入又要穿着保护衣 那些女工如果是长发的话 又要包着头 又戴上手套才来去车那些口罩繩 但是大陆那些简直就是乌尼丹刀的 完全那些工人又不戴口罩 指甲又捆了黑边 然后那些口罩都不戴 那些工人一直就当车衫那样 就去车那些口罩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想而知 根本上这些口罩怎么会合乎什么规格才行 别人是要一个无菌的空间去做 那个工厂车间完全就是布满着细菌 那如果说这些大陆山寨厂製造的口罩是符合什么医疗标准的话 肯定就是稳笨的了 好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口罩厂在大陆就盲目的确张了 因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就使到这个口罩的需求急升 好了 一开的话就开到爆了 全部人就好像要投身这个口罩製造的行业那样 因为其他那些厂房根本上是没了订单 尤其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就停顿了 别人都封城了 但是对于口罩的需求很高 好了 于是乎一拨就开厂了 现在一来 国际社会的疫情慢慢就从高峰回落了 二来 对于医疗用品的出口的审查又严格了 所以很多山寨厂就要被迫倒了 加上这些山寨厂就只能够做那些所谓外科口罩 就做不到这个N95口罩的 因为N95口罩的生产要求就高很多 他们只能够做一些简单一些的 所以就要倒了 但是国际社会对于N95口罩的需求仍然是非常强的 好了 那他们这班人到底是转行做了什么呢 就索性去做这个熔噴布的山寨厂 因为外国很多口罩工厂慢慢就开始投产了 但是他们都需要买入这个原材料 口罩除了是表面和底的布料之外 中间还有一块所谓的熔噴布 好了 这块熔噴布原来的价钱就炒得很高 目前如果要买一吨的话 差不多要六位数字才能买得到 所以很多人就索性口罩这么麻烦 不要搞了 直接就搞熔噴布 好了 但是这些熔噴布 其实都是恶质和劣质的 因为如果要生产一个 合乎医疗资格医疗标准的熔噴布的话 其实就需要一种特定的罪丙烯才可以生产 但是大家想都想到了 这些山寨厂怎么会买那些高级的原材料 回来生产才行呢 总之随便生产到一块布出来 样子相似 其实如果用特定的罪丙烯材料 那个过滤的程度就可以去到95%或以上 但是如果一般劣质的那些 就只能去到40%或50% 所以为什么有些外国的报告出来 就说中国製造的口罩 为什么戴了还比不戴呢 就是这个原因了 现在他们索性生产这个熔噴布 外国的买家 一定就是要中过伏才知痛 那他就买回去 试一下 如果不买过又怎知道被人找笨 不买过又怎会深色 总是要找一些平价的原材料 回去试过才知道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